设定的就是在frequence的设定这边 frequence 来 等一下 你看 这个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边序列设置 灰色 灰色就是不能动作 对不对 你去点它 它不会理你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的 你的工作区域放在这里的 有没有 这个蓝框 这个蓝框就是你的 你的现在的操作界面 是在哪个界面里面 你的操作界面是在媒体浏览里面 所以你去设定它 它不会理你的 你一定要在这个本身的 剪接的操作界面 它才会理你 OK 不要说为什么都不能设 来 这个地方需要设的东西 有几个 你看这上面 我们大概都不太会去动 对不对 这个影片的模式 几格 这23.976 这所谓的24格的 比较便宜 方形化度 这个 声音的这个昨天讲过了嘛 声音的品质 就是这个 这个 然后要去动它的在 爱 他不需要计作啦 待会儿我看看是在这里 好 我找到了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 可能是那个同学问我那个多少物的那个 你有找到吗 其实在这里 好 来 这个地方 那个同学讲说可以回复多少 我们那个回复不是 我们的回复键 回复的功能快速键就是Ctrl加B 你就可以回到上一步 Ctrl加B就是可以回到上一步 那你可以往前回多少在这个地方设定 这个是设定往前回20 你说那我就给它设定往前回200好了 你就会发现你检查后来电脑就跑不动了 那除非你常常犯错 你才要回很多步 不然的话你回这边设的越多 你的电脑会跑的越慢 所以这20的话它预制的 它应该是会有一个平衡在这边 然后这个东西呢 自动保存的那个时间间隔 就是每隔15分钟 你操作15分钟之后 它就会自动抢你的操作 你操作被它强制暂停掉 它会跳一个视窗出来 感觉在储存档案的那个视窗 它会自动会跑一次 那个东西就是它强制去暂存的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呢 这个暂存是假的 那个暂存是假的 其实它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所以你剪接的那个过程 麻烦你每隔5到10分钟 自己快捷键Ctrl加F 这个快捷键就按一下 每隔5到10分钟就按一下 因为这个档案坏掉了 真的可能会流到太平洋去 好来 先给你们先这边自己去找一下 老师不用改嘛 那边只是让你知道 你如果真的要改 那是选哪一个 自动保证 对 就是编辑 首简像 自动保存 然后里面有 不用看 按键点就好 因为你分不出来哪些是正规的 哪些是头肠病毒在里面的 你如果把它下载下来 一切都很正常 你只要不小心 一千次里面一次中到病毒 你的电脑就被它绑架了 你就拜拜了 所以建议你不要做那种事情 然后如果真的很需要外挂那种东西的话 9.9%安全的就是花钱买的 一般做那种病毒 一般做那种病毒 它不会让人花钱买 因为那样子 不会妨碍它散播的速度 免费的东西有时候都是最贵的 都设好了 那个应该还算简单 好来 我们设 我们刚刚那个大概你知道了之后 你大概其实不太会设定 但是接下来的这个东西 你可能要随着你每次的案子不一样 你可能会要稍微做一点更改 好来 我们看这个 一样的位置 编辑 预置 常规 常规里面的这一个东西 叫做时间轴 就倒数第二个这个时间轴 这里面的东西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设定 比较会常用的 这边有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过渡时间的设定 我们昨天是不是有做一个3D特效的翻转 就是这一支影片到下一支影片的时候 有个3D特效的翻转 对不对 这个翻转的时间占了多少 它的单位是格 不是秒 那我们先来示范一下东西 好 我们这边给它切一道 好 我们做一个视频过渡的效果 我们就用3D这一个好了 好 立体旋转我们把它拉进来 现在它的设定就会是30格 这一个效果占了30格 我们现在这个专案的设定是24格的 所以它会是一秒多一点点 这个设定 好 那我们现在如果把它改掉 好 我把它改极端一点 让你们看得出它跟那个差别 好 我们如果把它改成90格 好了 然后一样啊 你把它拉过来 你发现它其实它本身就变长了 对不对 然后你会发现它的过得非常久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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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好 有没有 它就过得非常久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它中间有lag 为什么有lag 那个所有的过渡效果都很容易lag 你的电脑的 你的显示卡真的要够强大 它才能够撑得住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效果 就用PPT做的话信不就过去了吗 但是在Premier里面 这个东西它其实反而非常占资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不解 所以这个是更改这一个的 老师 那如果做出来 实际上去播放的时候 我会有lag吗 不会 那你如果 你如果说 那个老师 这个lag 我的电脑我也不想升级 然后这个lag 我看了 我也不知道这个效果 是不是我要的效果 对不对 怎么办 来 我们 这个 操作线到这个地方 这边有个大括号 有没有发现 给它一个括号 我们是不是讲说 这个是影片的选举范围 好 我要把它拉到后面 给它一个选举范围 然后怎么办呢 再编两下 来 我们按右键应该 可以 我们可以RAN 好 待会你们我来找一下 因为我很久没有RAN影片了 好 我待会告诉你们这个 怎么样让它跑得顺 好 这个就是那个 隔 过渡效果的时间的修改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音频过渡的 就是你声音跟声音交接的 这个东西我一般不会动 因为声音跟声音交接 一定要手动去接 不然的话 它不动接的声音 基本上不会太好 然后 这一个东西 是什么禁止的 就是照片 我们可以拉照片进来 但是它的单位是秒 上面的单位是格 这边的单位是秒 就是你今天拉照片进来 你要这个照片占多少秒 因为照片是其实只有单张 那它理论上 它就是占一个银格而已 可是你放进来 你可能只要它占一个银格 所以你要多少秒 你在这边先设行 我们像我们一般 他们那些婚礼很喜欢放MV那些 那些的话 如果你的照片很多的话 我个人建议底线是三秒钟 一张照片至少要出现三秒钟 人家才会看得到它是什么东西 而且这个三秒钟 你不能有任何的过场 不然的话你前后被过场 它实际上出来的剩下大概一秒半而已 你一张一张一张轮波 它就是会出来三秒 你今天如果要加过场的话 我就会建议到四秒到五秒 所以它的那个内定本身内定是五秒 来 我们看一下我们 五秒会是什么效果 我们输入几张照片进来看 这几张的截图 我们早上拍的这几张 这几张照片我们拉 拉过来 你有没有发现 我一整群拉的时候 它就会是一整群下来 它是一张接着一张下来的 然后这个 你看到这个 我们看看它在几秒的地方 好 这边看到 33秒25格 对不对 理论上它的尾巴会是 38秒25格 我们看一下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23.97的 它不是整群的 所以大概就是23 就加五秒左右 这个 你不要说 我觉得五秒太长了 然后我一个一个一个去调它 你会调到天荒地牢 不需要 放了之后发现太长了 怎么办 通通Delete掉 回到这个地方 时间要开掉 去设定 好 那我只要 三秒 三秒钟就好 确定 一起拉进来 它就一起变短 我们来看 好 这边 35秒5格 大概就会变成38秒5格 看没有 这边为什么要先掉 变短 一秒吧 还不断一下 这个为什么没有动 好 我待会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没有动 你们可以试着去设定它一下 照片 照片 我自己有 我的硬碟里面有 我自己有 我自己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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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ции 这边 编辑 手向 南归 时间总 電錶 這邊的器 在外面啊,切成鱲 切成鱲,都要把它插進去裡面 那很麻煩,你就切到它後面就好了 影片不是會結束嗎 手選項,手選項的常規 電腦給我一下 好,那個時間長短的設定 你必須要先把你剛剛匯錄的照片 因為它那個這個東西 基本上我會叫它叫做律制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 它的優先順位在非常前面的設定 所以你今天你要更改它的時候啊 你的照片要重新匯錄 因為你這個照片匯錄到這邊的時候 它就已經被先前的設定 設定好它多少秒了 然後你拉進來只是在做它的修改而已 所以當你設定好一秒的時候 它拉進來就會是一秒 你看它現在短短的吧,對不對 那你今天好,我今天要變成十秒 可不可以?可以 我直接要把照片刪掉 待會兒喔 這邊有一個動作 我有把素材拉到這個地方來 但是我這邊素材庫裡面 我要把它刪除 它就會說 你的這些素材 這邊有用到喔 你真的要刪除嗎 這個是預防你不小心刪到 你以為這個東西沒有用 不要讓它這邊站之間把它刪掉 結果刪到裡面 你有用的你不知道的 那這個我確定我要刪掉 好這個地方我 到時間頭來我們把它改成 從一秒改成十秒好了 確定這個時候再把它 把保錄這些進來 他們就每個都變長了 就是照片匯入前先設定好照片的 一張照片的兩數 設定完之後再匯入 好OK 老師如果說不同照片要不同時間的話 那就是賄賂前先改那個時間軸 聽不懂 就是我的一個影片裡面有很多的照片 但是每個照片的那個 停留時間我都要不一樣 比如說有些三秒有些五秒有些一秒 那是特別改 特別改 可以做嘛對不對 可以 好謝謝 我們來試試看 今天遇到就是說 照片順序都安插好了 然後呢 比如說每張照片 它就有那種配樂時間不夠 就是說照片 長於一月的時間 那可是照片都安插好的 狀況之下 不太可能全部刪掉 然後再改成四秒 然後再一張一張插 因為先後出去可能會 聽隨著音樂的那個 那個那個 音樂狀況 然後再去按插 所以那 所有照片都可以按插好的狀況 如何去改成 調整時間 重新調整提升 四秒兩 那個 如果 如果差很多的話 那 真的就只能重弄 沒有辦法一次就是 我的那種一次不要一次 沒有 對 但是變長可以 照片一次變長可以 我來確定一下到這個版本 因為我比較少弄照片 但是我要確認一下 我 舊的版本的那個功能 對 也不行 確定不行 對 如果出問題了 你真的就要特別挑 它Premiere對於處理照片這一塊 它非常的笨 如果你是要做那種 Flight Show的話 對啊 真的不建議在Premiere做 很多婚禮都 就婚禮在現場都是照片 對 對 那個用PPT就好 用PowPride有重 真的 真的我建議你們啊 那個婚禮那個Flight Show啊 你真的不要再用Premiere做了 你也不要用威力導演 也不要用衛生會議 那個是導使自己不常命啊 你們就去摸新版的PowPride的 最新版本的PowPride的 裡面的功能你把它摸熟了 你做出來的那個Flight Show 炫到不行 各種那個 你想不到的那個炫技都有 而且相容度非常好 所以如果照片處理很多的話 就是要考慮用嗎 不要 你如果是你單純的 應該這麼說 你的照片如果超過你整個 要剪輯的1%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要考慮了 像我的話 我是幾乎完全不在Premiere裡面 處理照片的 除非它只是裡面 只是影片的一個裝飾 像剛剛那個商周裡面 就有很多分割照片的那個 那個就是一個裝飾 那個可以做 像我的話 如果真的很多照片 要處理成類的Flight Show 插在某一段影片的中間 我會在別的軟體做行之後 輸出成1080T的影片來插進來 老師 但那像平常 那個前照片的量也不少 比如說你影片跟照片的量還不一樣 其實照片的量其實不少 那給它自己做 你是在外面做的東西 那個因為是一直接觸的責任 所以它那個是在 直接通通都在這裡面 其實你覺得好像不少其實並不多 其實並不多 比例上面並不多 那你一開始怎麼知道 你的音樂的世界跟照片的那個場合 是怎麼去配 比如說你的音樂 音樂的各種方式那種好 那你怎麼知道可以照片 比如每針要放幾秒 才可以夠那個實際 像剛剛的商周的那種類型的影片 是用音樂決定內容 而不是用畫面決定內容 事先選 像那個的作業流程是 我先挑好 我想客戶有可能喜歡的音樂風格 我先給客戶聽音樂 我給他五首 這五首你覺得要用哪一首來做配樂 選定了就不能改 那他不覺得你的 他不再去營造那個時間 對 包含影片的時間 每個段落他佔的音樂多少 都是用音樂來決定的 音樂 是影片會先均勻 然後再注定 音樂影片是就不要 去文掐掉 剩下時間才能夠方便 呃 並不是欸 對 那個是整個剪接腳本 我要剪哪些內容 先設定它 好 我開始找那些內容是哪 找進來之後 再來決定那個素材 我要長一點點 短一點點 因為不只是掐頭掐尾的問題 這一段影片三十秒 我剪中間的五秒 的畫面我比較好 例如說那個何立林走進來 你要他 你要讓他走到一定程度吧 你不能讓他走三步就結束吧 對不對 或者說你要從大門走到 進場這個距離 走十公尺吧 可是他走十公尺他走很久啊 怎麼辦 偷偷把他的腳步加快 對稍微快點 這個東西都可以偷一點點時間 拍了三天多 那個多的就是 第一個工作天是晚上10點鐘 去小巨蛋他們的所有的硬體器還開始進場 你看那個李狗仔那個推高機有沒有 開始推然後從卡車上面下貨 那個是前一天晚上10點鐘開始下貨 然後那一天剛好是遇到大海貨 然後就我從巴德路要跨過敦化北路到小巨蛋的時候 然後一台車就在我的面前撞上安全島 搬著副腳朝天後來還要上行為 他就在我的正面前翻過去 我在那邊等紅綠德 他就在我前面然後搬著副腳朝天 然後我繼續開始小巨蛋工作 然後之後的每一天都是從早上9點 大概到工作到晚上10點 實際上第一天是只有幾個小時 就拍兩三個小時 第二天跟第三天都是從早上9點到晚上10點 就是拍什麼 拍你們看後來的那個縮時 搭舞台的那些畫面 那個真的就是兩個人處在那邊 輪流去上廁所輪流去吃飯 然後一拍拍幾個小時 出來之後剩下5秒 5秒 那個的時候 總體沒辦法 縮時 遇到完縮時攝影的話 就會非常的辛苦 我最辛苦的一次縮時攝影 是在祖輩 開明華園的演出 他們要他們要把一個荒地上面全都是蟒草 用推土機先把蟒草全部推掉之後 然後用挖土機把上面所有的土產廳 然後開始搭他們的舞台 搭舞台搭五天 然後之後當天要演出 然後因為那個整個都是蟒草 所以我就只能找到那個最邊上的地方 然後自己搭了一個稍微高起來的台子 因為這樣才可以拍得到那個 推土機跟挖土機動作的那個畫面 然後那時候好像是 我記得好像那7月10幾號 在新竹 如果有常待過新竹就知道 那個7月份那個新竹就是 從頭到尾都接著要拍羊 我也有預備 然後我就是買了 去那個Costco買那個特大號的那個洋塞 然後綁在我們那個架子上面 然後就處在那邊 可是處在那邊 那個紫外線還是兇的不得了 我也沒有擦房塞 然後塞了一天之後 我回家 回家我的兩隻腳就變成雞腿 然後我開到第三天的時候 連我的相機都被塞到整個掛掉 還好我有帶飛機 然後就繼續拍 事後之後的兩隻腳 就整個像是那個二度桌上 還去醫院 兩個腳都是全紅的 然後拖了兩次體才回來 然後那次的大家就是拖兩層體 然後加上換一台相機 好來 我們再來看這個 設定好之後 好 你們那個工作區域你們都儲存了嗎 再提起一下喔 工作區域記得存 來 再講一次喔 這是一般最正常的會錄影片的方式 就是文件 文件 討入 就是照片 或者是影片 或者是音樂 他其實 我為什麼 我當初在 Final Cut跟Permiere裡面兩個 就是稍微都玩了一點點入門之後 我後來選Permiere的最大原因 就是 他跟Adobe其他的軟體的支援度 是百分之百的 所以你也可以 這邊有個字幕樣本 有沒有看到 它其實是PS 封面字 字幕樣本 它其實是PSD檔 它也可以歸入 然後如果 這邊還有一個 你看到可以歸入的 巴士AI 它的AI檔 它也可以歸入 現在的Final Cut 有人玩Final Cut 現在的Final Cut 是不是也可以的 以前早期的Final Cut 是可以的嘛 對不對 早期的Final Cut 它是會有問題的 最主要是在那個PFD檔 你如果有做一些遮罩 什麼東西 那個會因爲 它很可能 那個遮罩效果就不見了 所以這個東西 是我選擇Permiere的最大原因 好來 我們匯錄影片素材好了 我們在這邊對不對 直接就可以匯錄任何影片 它就會跑到這個地方 就會跑到這個 來 好 另外還有一個 我今天 看一下 我今天請你們 摳的那個 高師傅的資料夾 都摳好了嗎 都有了 都有了 接下來就是 當你一個檔 來我們你 我們 看這邊 我回到檔案總管 這邊來 對不起 我自己感覺沒有 不用等我 我直接接硬碟 不用等我 我直接接硬碟 好來 我們在這個 Area Area 是我工作室的名 然後 這邊 看到一個高師傅 這個東西 我如果把它點開 這個 電頭什麼 不管 你會看到這個PGM1 PGM2 再把它點開 又有資料夾 再把它點開 又有資料夾 再點下去 這邊有三個檔案 有沒有發現 然後 如果你去 看它 你會發現 它每個檔案都很歪的 是一樣的容量 有沒有發現 4G 怎麼會有那麼剛好的呢 這個東西就是我講的是 被 它的影片其實是持續拍的 可是因為檔案格式的關係 設備自動把它切 它到它的容量上限 就被切掉了 這個檔案格式 你會發現 你可能沒有看過 這個叫做 交換格式 它是導播機錄的影片 我們現場live 然後進導播機 然後導播機錄一份 除了攝影機 我們會錄之外 導播機上面也會錄 然後導播機的 它那個格式 它就是上限負基 我們講 那個 有一些攝影機 那個檔案格式 就是那個abchd的檔案格式 它也在4G 它大概是40888多少 這個東西 你如果單獨把它匯入的話 它就會是三個檔案 因為它在這邊就是三個檔案 但是呢 就會產生 我昨天講的掉一格 聲音會掉一格到兩個 影片看不太出來 但是聲音會很明顯的 有個聲音不見了 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們在這個地方 有個媒體瀏覽有沒有 這個東西其實也很少用到 但是我不會把它彈掉 我就會 就要到 回到這個地方 media browser 這個東西 我們 點啊 這個area 然後 再告訴師傅 點pg1 有沒有我們剛剛不是在pg1裡面 還要點好幾層下去 對不對 然後才會看到三個檔案 可是在這邊你會發現 你只要點到pg1 它就秀出這個檔案了 但是 它只有一個檔案 你有沒有發現 它在軟體裡面 已經自動幫你接好 它幫你把三個檔案 接成一個 而且不會掉格 好來我們直接從這裡 把它拉過來 從這邊 直接拉過來 這邊 好 然後我們來看它的時間喔 來 我們看它有多長的時間 這邊是1分30秒 我們到底 它是32分08秒 所以大概我講的那個 大概就是10分鐘 就是1G 10分鐘就是4G 10分鐘就是4G 的那個空間 就是10分鐘切一個 10分鐘切一個 但它到這邊 你會發現它完整的 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區域的設置 變得比較小 變大 變大 這樣的話可以看 看得到完整的 然後聲音 聽得到 所以這個兩種的 匯入方式 來 試一下 媒體瀏覽 到 西點 然後高師傅 破功萬 直接拉進來 這支 有成文件的那個引件 你們不能夠把它丟到網路上面 那個版權在我這邊喔 然後使用權在雲檔集團 所以你們不能丟的 會被告 那可以在家自己看 在家自己看可以阿 但是這個不是完整的阿 這只有30分鐘阿 因為完整的有100多G阿 這邊的被我刪掉 看哪一個 這個 成文件 媒體 所以老師的臉書上可以看得到嗎 你說這個嗎 沒有 我說你填好的 我填好的 這一支我沒有放 太長了 這個誰要看 而且我看空間 再點了一個 那老師有YouTube的頻道嗎 有阿 有阿 你去找到師傅就找得到 好 我從看以後 他又會用自己的 過來我去撿一下 嗯 我來撿一下 我看一下 你有沒有扣進來 有阿 這不是阿 你為什麼扣那麼多 沒有阿 等一下 等一下 就是你 沒有趕到 還有什麼 就這一個阿 誰先都拉過 但是我的頻道上面 我沒有 我的影片我沒有全部開放 拉拉 聽一下就好 有一些 三個是分段的 這裡不是有 沒有 他只有一次啦 他沒有分段 我不會把它開放出來 他不是跟你講說 真的是一隻 三十分鐘的 就是那個四分鐘三次的 合併成一隻嗎 那個拉進去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跑一下 你才看得到 嗯 因為那個檔案真的太大了 練習OK了 知道了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就是要放在你的檔案裡面 對啊 因為那個很大了 把它刪掉 嗯 他沒有浪 他可能要把 因為他趕 練習好就把它刪掉 嗯 可以 你電腦的效能 一樣的問題 跟那個同學一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 這個功能 你知道就好 你先不要去操作 因為那個同學 可能要 電腦 程式可能要緊 就是 工程式處理一下 重灌 重灌 或者怎麼樣 重灌軟體 或者是重灌系統 重灌系統 一定要重灌軟體 那你當初做的那些設定 就是那些面板 你不要重灌一次 其實並不用 來看這邊 窗口 工作區 我們不是 保存對此工作區的修改嗎 對 對不對 下面這一個 另存為新工作區 他就會出來 一個工作區 例如說0610好了 確定 確定之後 你就會有一個 不對耶 這個重灌還是會 你就會有一個 0610的工作區 然後你就可以下次 你要用工作區的時候 你去點0610就好 對 重灌就不帶了 對 這個重灌就 他可以 這個功能 這個就是給你一個編號的功能 0610 0610 0610 061什麼 你可以針對你要剪接的素材 你可能每次剪接的案子不一樣 你會放在旁邊的那些視窗是不一樣的 你今天剪這種類型呢 你可能用這個視窗比較方便 A視窗比較方便 你如果剪另外一個類型呢 你可能用V視窗比較方便 你就可以個別儲存 那你當你剪接到這個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A 剪接到那個的時候可以用B 你就不用再重新來拉來拉去 好 然後你如果看到這個影劍 有人其實不論說怎麼打不來全都是這個 一直都是這個 一直都是這個 因為它就是影劍的一部分 到這邊才開始有人 前面都是空白的 我們像這種活動的錄影 或者是你去拍小朋友演出 跳舞華尚哥不管 七點半開演 下午兩點開演 他表定七點半開演的話 像我的習慣的話 我大概七點二十五分 我攝影機就會按錄影 所以前面就會空白 空很久 大概都是五分鐘吧 我們看一下我的習慣 這邊是一分三十 有沒有看到 這邊六分三十秒 我個人的習慣是非常固定的 這是五分鐘前 除非它delay了 它delay五分鐘開始 那我就會預錄多入十分鐘 它這個非常準時開始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什麼時候主持人就開始講話了 等到主持人你聽到聲音開始講話 你攝影機再按下去 已經來不及了 中間大概前面就掉三個字了 而且是救不回來了 沒得救的 你照片有辦法說 這邊沒拍到我另外一邊拍一拍 等他下個動作出來再拍 影片沒有了就是沒有了 尤其那種紀錄式的 但是如果是像拍廣告片的話 那一種你就可以請演員重來 那種就沒有差 就不用就不用預錄那麼多 像那種花太樂預錄的兩三秒 先走開始潮煙喊Action 這個操作OK了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沒有問題我們繼續往C 來 你看看這個地方 左邊這邊這個V 這邊這些V是一回事 你前面的這些V至少要開一個 你如果不開的話 你引電拉 這是不讓你進來的 只有聲音會進來 上面引電沒有 有沒有有個禁止的符號 有沒有看到 右邊有個禁止的符號 是進不來的 因為聲音這邊有開了 那我們如果通通把它關掉 如果通通關掉這個怎麼其實就已經被封除掉了 可以 所以要全關 對 前面前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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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要 開一個 聲音也開一個 我會建議是開這樣的 就各開一個出來 這樣子你是可以 一開始走空 你說怎麼樣 一開始走空 沒有 來我們試試看 你V通沒有的話 它也是不會讓你拉 所以說你沒有 一開始都還沒有 沒有 像B 對 所以還沒有 來我們 就直接 有人說 看看GiliB 來我們新建一個檔案 來新建建要幕 這些設定 我們就不太設定了 好 這樣子吧 那我們到這裡來 這個時候一定進得去 因為它什麼都沒有 對 它是完全開放的 它一定進得來 OK 好 好 來自己試試看 其實的關鍵 大家出來的是聲音 下高點是聲音 不是 影像 來我們來 過音聽一下這個 看到了對不對 好 好 這個地方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有聲音 有沒有發現 從這個地方 開始有聲音 進來了 前面都還空空的嘛 空空沒有了 這邊 所以我們的下刀點 大概在這個地方 下刀 下刀 快捷鍵 Ctrl K 對不對 昨天講是Ctrl K 下一刀 然後 前面 刪掉 看得懂嗎 這是一種剪法 但是 也有另外一種剪法 我們把它回復一下 再回復一下 好 我的 游標 直接到這個影片的 最頭 最尾 一樣的也是意思 到最頭 好 你們看到那個 紅箭頭了 有 現在可以往右邊說 你就得 說到 這個藍線附近 你只要在這個藍線附近 他其實都會貼起藍線 就跟你剛剛在那邊下刀一樣 但是 剛開始剪的 剛開始玩剪接的同學 一定會有一個疑問 因為我們在其他軟體裡面 所有的滑鼠的移動 是把物體移動 對不對 我覺得一個東西 從這邊 移到這邊 但是我有變長變短 變大變小嗎 沒有 沒有嘛 對不對 但是剪接軟體 它這個 我們剛剛看的這個移動 這一個 移到滑鼠 變成箭頭的時候的移動 是把它縮短掉 是把它消失掉 並不是整段影片往後移 而是真的就剪掉了 那如果真的要往後移 是怎麼移 點它變白色 從這個地方磨動 這樣才是往後移 你會發現前面這一段空白的 還是帶 聽得懂嗎 這個是剪接軟體 跟其他軟體很大的 不一樣的邏輯 對這邊另外我們再複習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我拉到這邊 邊 有沒有看到那個小三角形 跟前面那個 粉紅色上面有個小三角形 有沒有看到 這個我昨天講那個磁鐵有沒有 我們那個磁鐵 邊 它就會自動接尾 接得好好的接上來 不管在同一軌 還是在不同軌 它都是會吸過來的 好這個東西我們在這邊下刀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前面的素材 只有那麼一點點 好這個可能是我的片頭啊 字幕啊 然後我後面要接這個東西進來 結果我放進來了 這邊那麼長一段 怪怪的對不對 我還要從這邊剪 還要在這邊拉 我個人不是那麼喜歡這樣處理 甚至於例如說 整個影片中間 我看到有沒有到了 來我們看這一段 那就是主持人介紹來賓 我們來聽一下 好到這邊 像你們如果去雲朗的官網上面看到這支影片的話 這個地方我應該有下刀下腰 因為這些人背對著鏡頭 然後往裡面走 其實這個畫面有一點點累積 現場我們現場Live的時候 一定要出來那個就是現場面出 可是你事後給人看的時候 我個人覺得這種畫面留著給人看 就是浪費人家的生命 對不對 你給一萬個人看 一個人浪費了五秒鐘 你就浪費掉五萬秒 所以我在這邊我一定會下刀剪掉 剪掉 那像這種再到這邊點 你要再拉 再把後面的拉過來 我個人不是那麼喜歡 所以我會有一種做法 一個叫做預減的功能 我把他已經進來了 但是我又把它刪掉了 但是刪掉了之後 已經連接好的資料庫裡面的 這個項目庫裡面的 他是保留著的 他會保留著 這個時候我們怎麼辦呢 就是 給他點兩下 點兩下 這個就是這個所謂Source 這一個的畫面 他會自動跑出來 剛剛被我們關掉了 再來一次 來 關掉我們回到項目 這一刻 是不是那段影片 滑鼠放在上面點兩下 就會出來了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一個是單獨這一支影片的預覽 有沒有 單獨這一支影片的預覽 那我 我 前面都是我預拍的 好 假設 這邊 這邊 我們也可以把它 這樣拉大一點點 好 我們假設 這個地方 你可以拉 這個是大約主持人出來的位置對不對 這邊還沒出來 可是你要圍一條 這邊的巴不好圍一條 你可以去拉這邊 格數 有沒有看到 這裡 這裡 左邊 中間左邊這個 這個格數 你可以從這裡拉 他就會比較圍一條 有沒有 他不會跑那麼快 你拉底下的巴 他跑很快 你根本來不及 抓他那個時間點 你從這裡圍一條 好 來 我們從這裡主持人開始 有沒有 看到主持人的影 有沒有 好 我們從這邊 這邊開始可能就是我們要的 你可能就一個淡入的 進 效果進來 就開始 正式開始 怎麼辦 大括號 還記得嗎 大括號就是選取範圍對不對 好 大括號的左邊 對不對 就是前面的那些等待要不要 不要 好 那 介紹特別 好 開始抖了對不對 火拖會抖了 高希君 朱中慶 陳文倩 張安平 好 四個人都已經帶到了 我只要這邊 右邊大括號 剪下去 我接下來我把它拉下來 對不起沒有看 把它拉下來 它就只有這一小段拉近 有沒有發現這邊 就不到他們走進來 後面就沒有進來了 他那個走進來的 好了我們看喔 往後走走走走走到這邊 還有互相讓一下也握個手 好 坐下來 陳文倩弄他的毛毯這些 這是浪費人家的神秘 對不對 好他要講話 麥克風拿起來 準備要講話了對不對 好 這裡麥克風拿起來 這裡 是我下一段的開始 給他一個大括號 對不對 好來他開始 講話 這些我們都知道 這個影片呢 你們在剪的時候 你們會有點疑問 就是你看 這邊 有沒有發現 這邊 一個 網角 瞬間變特寫 來我們計劃一下 看懂了嗎 這不是攝影機做得到的 攝影機你可以慢慢 輪進去 也可以慢慢推出來 但是不會瞬間啪過去 因為我剛剛講過 這個是導播機的路 這個就是現場 大螢幕Live 觀眾看到的畫面 我們導播機 我們有雙機 一個特寫 一個 前進 那 我剛剛 對對對 一個轉移功能 然後 我覺得這個時候 該要特寫的 我把它切到特寫去 那 錄到的就會是特寫 但是 攝影機那兩機 單獨拍的 都還會是他們 完整拍的畫面 好 來 我們這邊 這邊介紹他的 什麼 畫面 什麼不重要 我們假設後面 又有一段 我不想要的 該把它光起來 然後把它拉過來 這樣子 這邊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就是一個粗簡的功能 這種東西 你會想像這種演講 這個功能 沒有那麼常用 因為演講大部分都要留 對不對 可是今天你如果說是拍 小朋友的音樂會 小朋友音樂會 你站在那邊 然後 他出來演出也 演完了 下一班要上來了 這個班再下 局完工 下場去 到下一班 上來 走上來 中間那一段你覺得 影片留下來有意義嗎 沒意義 誰要看你上下場 對不對 剪掉 可是你一支影片是 一個演出是兩個小時 你就不用整個都一起拉進來 你就可以在這邊 一般一般一般 剪剪好 就拉進來 再去看一下 有沒有需要回調的就好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像你看看我們那個商桌的影片 而且基本上 除了開始那幾個主角人講話之外 其他的畫面是沒有本身聲音的 對不對 在你這邊預檢的東西 你可以決定要把聲音跟影片一起拉 影像一起拉進來 還是你只要聲音還是你只要影像 來我們看這個地方 我剛剛看到這一段 我們選主題的範圍在這邊對不對 好 我全部都要 就是滑鼠放在螢幕上 全部拉下來 看懂了 好 有 然後我說這一段 我只要成文件的聲音 我不想看到他的臉 怎麼辦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聲波的裝置 這裡正中間 螢幕的正中間 這個不是就聲紋的那個樣子嗎 我就只拉這個聲紋 拉下來 你有沒有發現 只有聲音 影像沒有過來喔 那我覺得我如果只要影像 不要不想聽他的聲音 這邊有個底片 我們只把底片拉過來 就只有影像沒有聲音 但是你個別拉 如果把他們兩個又對齊了 你就會發現他們其實是合的 他們是match到的 但是會這樣拉的時候 通常都只會要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是不要的 那就不需要拉進來 通常你拍花絮影片 例如說畢業 馬上畢業年齡 你拍畢業花絮 旁邊的聲音一大堆 需要進來嗎 不需要 那你只要畫面 你就可以從這邊直接結局 不需要說你拉進來了之後 如果你兩個一起放進來 那可是你又不想要聲音 你要怎麼辦 你還要把聲音單獨刪掉 一個一個去刪 不需要 你在這邊就直接先選擇好了 OK 好來 那我們試試看這幾個功能喔 好 那個我們早上的課就先到這邊 你就先把它試完 我們就可以中午休息了 稍微練一下 不要不要先去吃飯再回來 可能吃個飯 那個水液流到胃部去 然後就忘記了 還有就是喔 那個我 我看了一下我的那個講義喔 當初 最近真的可能太忙了 不知道我邊講義的時候呢 把幾乎泥湯 那個順序喔 第五章跟第七章的順序 應該是要調一下喔 這兩個有點 有點搞混的 這個東西應該要比較後面 所以那個 我們交的時候 第五章跟第七章會掉 會 第六章沒有問題 第六章還是在那個地方 第五章跟第七章還滿過的 有問題的還是可以問喔 我說我現在是沒有聲音 欸 又沒聲音了 還是沒有聲音 還是沒有聲音 欸 你已經換了一個了是不是 沒有啊 兩個 喔 又沒有了是不是 是 對 現在聽不到聲音啦 嗯 拜拜 拔起來吧 對 先拔起來